好,回来拍画春秋,刚刚讲完日片 我们就讲台片 不如先讲Thomas比较喜欢那一套 就是这个《初戀万半拍》 就是陈俊林导演 其实他十年后才来这一套新片 第一套是一页台北,第二套是 明天记得我的照片 明天那个石头 我印象中好像我没有看过 你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呢? 好像也有看过 有啊,有啊,很久了 有了,不是太深印象 大家都好像记得一页台北多一些 明天记得外上我 我是记得任賢齊和范曉圈做的 任賢齊还要是飾演一个同性戀者 但是因为要交差 所以他就除了范曉圈就组织了个家庭 谁知道他遇到一个香港的空少 那时候还没有入TVB 我记得是王家乐实现的 之后就开始发现原来他 即是他要出现了 故事就比较成人向 不要一页台北那么轻松 但是这次《粗暖漫漫拍》 就好像回到那种很纯爱的风格 他托故事主要就是说到一个 有沟通障碍的一个男童 自小到大就受到一个怪兽 怪兽阿妈的悉心照顾 所以他就会有一些 喜欢一个比较大的女人的一个心态 就说到他就不懂得跟人沟通 不懂得追女孩 有一天就说到他有个同事 就带他去那些骨牆 就想着大家一起按摩 跟着就跟那些女孩在那玩一下 但是他就跟那些按摩女孩完全不过电 相反他就跟那个妈妈伞 就是由徐阳圈诗远的妈妈伞 然后他就开始有一些感觉 这个故事就是说到他和这个妈妈伞 之间的一个很微妙的感情 如果你就这样听这个故事 其实你没有听过一叶台北 没有听过陈俊霖 你会觉得这些故事 其实是好像华登初上那样的 你会觉得这些骚髒骗的地方 有凹骨等等 一定会有很多那些 你想象到那个场面 但是整部电影都拍得很贵干净 是超干净的那部电影是 很纯爱 所以我就回到一叶台北的那个feel 他说到 就是阿 阿俊东和徐阳圈两个人 做得最多是什么呢 不是凸骨 是跳老母 而且他电影里 徐阳圈 说真的 徐阳圈其实他特意电过施拉头 因为他的年纪是和阿俊东角色里面 那个妈妈是差不多年纪的 我觉得他的设定是这样的 但是他 他纵使徐阳圈电了施拉头 其实也是漂亮的 这件事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徐阳圈是漂亮的 他的角色设定呢 虽然是没有止戀 但是呢 如果你有细心点留意呢 其实他们 两个人呢 分别在对方身上 找到一些自己的缺失 在那里弥补 就是正如 阿徐阳圈有个儿子 就是亚范小分飞演的 但是那个儿子是 因为他不懂得教 他自己都说 他很早结婚生儿子 但是他不懂教儿子 所以他变大了之后 那儿子呢 其实就会问他拿钱 不要太多理他 那么他就会在 柯震东身上 找到一个乖子的气质 他很想在他身上 拿回那种弥补的感觉 那么同样 柯震东在 阿徐阳圈的身上 即是乐乐 乐乐者的身上 就找回他妈妈 对他过分的操控 但是在乐乐身上 都是有一种妈妈的气质 但是那种妈妈 那种爱是温柔的 是舒服的 就不是那种那么强硬 或者是一种很钳制的手法 那所以 你觉得这两个人 你纵使其实有没有爱情在一边 我觉得有 但是那种互补的感觉是更强烈 那种感觉就是 就是两个孤独的 一个孤独的妈妈伞 和一个孤独的男童 跟着两个走在一起 跟着就有一些感情上的交流 一个故事那样 那他就拍到 真的好像你所说 真的很干净 很舒服 即是他们两个人的感情 是慢慢去酝酿 甚至升华 当然到最后发生了一些事 其实真是现实之间就有一些 很现实的问题就出现了 那正如好像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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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角色 就是 就是说 他都 他都说 就是小熊的妈妈都说 就是熊妈 小熊妈就说 其实他们大家都拿到教训 就是整个小熊妈都知道自己 那种过度的钳制 其实是令到子 会逐渐远离他 那你见到 其实尼尾有个取向是好的 就是小熊他 放开自己 其实 好像在里面 他里面说 他养鱼 其实我觉得有些意思 鱼其实就好像困在一个缸里面 就像小熊那样 他好像永远都走不出缸 那到最后其实是 你要看你怎样自己走出来 就好像他开波 黑佳佳 就是黑佳佳飾演那个女孩 就是那把声很 很典型台湾的女孩 那个 他也是很奇怪的 都是 啊 养鱼怎样啊 其实你会觉得 这个女孩是不是有机会 会和小熊发展呢 因为其实都是奇怪的人 你见到是 那其实很有趣 他最后 啊 尿鱼死了 那行啊 就是其实 好像是 你会觉得小熊开始是 没有那时候 那么鼓缩 开始你会觉得 小熊是 知道怎样走出来 那我看那场 就 陈俊霖是有这个 Zoom的访问 其实有问过他 为什么找柯振东做 那陈俊霖说过 其实他 其实他没有什么 设定给柯振东 他就是跟柯振东说 你的角色是这样的 但是呢 你如果有看一部电影 你会觉得柯振东 是真的有那种 很傻仔的气质 当然大家知道 现实中柯振东 当然不是这些了 但是陈俊霖就是说 柯振东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他很懂得去 就是他接到这个角色之后 他会做很多 关于这个角色的小动作 甚至是一些 就是演到那种感觉 所以陈俊霖说 其实他真的没有什么 给太多提示 我振东 但是你会看到他演得很好 那 他说其实他最喜欢 在里面那一场戏 是 Thomas你说的一件事 就是他们两个跳舞 他说 他没有他就跟你说 你两个这一场戏就要跳舞 那他们两个就会很自然地跳起舞 那你会觉得 他们两个 陈俊霖就说 他觉得跳舞那一段戏是很好看的 就是很配合这两个人 就是很浪漫 他说他觉得是 所以他个人 其实最喜欢就是 他们两个跳舞那一场戏 那一场戏 那当然 如果你们有熟悉台湾电影的 你们真的会看到阿瑶 即是王 阿瑶导演 阿瑶 那 那 他为什么要找他呢 王兴瑶 那为什么要找他呢 因为他说 他觉得在阿瑶身上 是充满喜感的 那 所以他就找了他客串 王兴瑶做什么角色 王兴瑶 跳舞那个 咸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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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濕咸濕 咸濕 王兴瑶 阿瑶 然后他说阿瑶 他还特意去 为了那些戏 去学跳舞 总是那场戏 不知道一分两分钟 都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呢 他是充满喜感 他觉得他说话节奏 很奇怪 就是阿瑶 就是这样的人 其实 他很多戏都有客串过 因为他那种 他那种说话节奏 和他的样子 那种 那种不知何莫名其妙的喜感 是很 很适合的 就是在这套戏里面 我觉得是 那套戏里面 很多小角色 他的喜感 我觉得都很有趣 例如说 在那个跳舞班里面 就是那个警察 那个大叔 我觉得都很有趣 不是唱歌 不是跳舞 唱歌 阿叔其实应该 有些对小熊妈妈有意思的 那你会觉得他 就是其实他会留一条尾给你的 我觉得他不会 很多东西很明显 就是很顺利成章 但是你会看到 他和小熊妈 是有沟通的 就是最初小熊妈 对这些陌生的男人 他有些抗拒 就是其实 是的 但是你会后来后期 你会觉得小熊妈 小熊妈 其实慢慢都开始 其实很明显是 他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你会看到他 不会再将全副精神 摆在个儿子身上 他开始向外发展了 已经 就是他和这个警察 那个沟通 其实都是一个 一个转变来的 那这部电影 其实 但是 所以他这部电影的 英文名叫Mama Boy 但是Mama Boy 怎样走出来呢 那么 挺有趣的 陈俊林 他拍这些小品片 是拍得挺舒服 其实都是很舒服的 我看到是 但是呢 就是说起他的作品 因为其实他 都很有一个个人风格 就是他会加一些比较浪漫 就是那种孤独 都市人的孤独感 在那部电影里面 就是之前他第一套作品 一页台北 有人就觉得 有人就觉得很棒 也有人会觉得 就是那种 他好像拍错了 好像是 就是 那么有趣 是啊 就是我们的节目呢 曾经都有争论过 就是一页台北 究竟是好看还是不好看 有一半主持就说好看 有一半主持就说 就说 这部电影很难看 很不喜欢 是啊 因为他不喜欢 那一股脏的 就是他觉得 好像和那部电影本身 价格不一样 其实这部电影 如果你不喜欢 其实都会有 那种感觉 在里面 嗯 嗯 都是啦 所以就是很有趣 这个 但是我 我也挺喜欢 因为我看完之后 我觉得很舒服 其实这个就是 陈俊霖风格 但是陈俊霖 真的这么多年 才一部电影 但是呢 大家都不用等太久 因为那一天 Zoom 陈俊霖也说了 他明年会有一部电影 那部电影 就是美国之金 但是就在台湾拍的 那他说 已经剪好了 那明年就会上映的 那就不用等太久了 好 那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我们讲另一部台湾片